动物们把尸体挂在树上向人类宣战 如今动物变异愈发严重 拥有超高智慧的它们 肆意围猎地球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 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杀戮机器 人类又该如何抵抗 为了研究出动物变异的解药 特别小组来到非洲大草原上 寻找自然变异的豹子作为实验对象 乔治带着众人前往游猎营地 希望能通过那里的朋友打探到豹子的踪迹 当他们来到营地的时候 却发现本该热闹的地方一片死寂 直到看到地上的尸体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里早已被动物席卷 乔治通过尸体上的抓痕来看 断定是豹子所为 令人感到诡异的是 豹子却并没有吃掉它们 很显然这些豹子都已经变异 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 营地所有弹药已经全部被打空 可以用的武器也就只剩下一把麻醉枪 面对凶悍无比的豹群显然有些勉强 更为无奈的是 背负重要使命的他们根本没有退 途中他们遇到诸多逃离的人群 乔治等人是唯一的逆行者 随着汽车的不断前行 终于发现了豹群活动的踪迹 看着被挂在树上的尸体 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 动物会这么对待人类闻所未闻 乔治查看附近的脚印 判断豹群刚离开几个小时 豹子的数量大约在七到八只 接近豹群的同时危险也在成倍增加 可他们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 晚上众人升起勾火在森林里速营 如何把解药扩散出去 根本无法给所有动物注射解药 豹群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讨论时间 鱼果在森林里发现了动物的身影 他立即拿着麻醉枪前去查看 紧接着 豹群跑出森林将众人包围 大黑引燃火把分给大家自保 即便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 乔治依然没忘记此行的使命 他趁乱把荧光叶撒在了豹子身上 好在豹子惧怕火把几人才得以私利逃生 鱼果和唯一的麻醉枪也被猎豹叼走 拥有使命在身的几人并没有放弃 黑夜里荧光叶是最好的路标 他们跟随荧光叶一路追踪 直到天亮才找到猎豹的巢穴 大黑拿着自制武器与乔治一起走进猎豹巢穴 没等两人靠近 就看到母豹从巢穴里走了出来 乔治进入巢穴后发现了满身抓痕的鱼果 并且还找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豹仔 任务完成后几人立刻去车离开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 意外却发生了 浮桥的绳索被豹子咬断 如今只能绕路穿过南渡比军的领地 他们在这里杀烧抢掠无恶不作 为了不被军阀发现 他们一路上小心谨慎的前行 即便是如此 他们还是遭遇了这群武装暴徒的堵截 士兵下车后只抓走了杰米 显然他们对男人并不感兴趣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突然 没想到解救他们的竟是一群暴徒 杰米趁着混乱的时候逃回了车上 大黑将驾驶室的士兵一把扯下来 然后迅速开车逃离 豹群为何会突然出现 这一切都是米奇的功劳 在遭遇军阀的一瞬间 他便用针不断扎豹仔的身体 令豹仔发出了悲惨的求救声 原来豹子可以通过远距离进行交流 就在众人为逃过一劫而惊喜的时候 坐在副驾驶上的乔治却在忍受痛 他腹部不知何时中了一枪 而且正在不断流血 就当他们前往附近医院的时候 却又发现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另一边 尼尔正在被押往警局 因杰米抢夺母细胞的时候 干掉了一名警探 导致整个小组都被警方通缉 就在众人逃往非洲寻找豹子的时候 却意外滚下飞机被警探比尔逮捕 但在押送的途中却又再次发生意外 车祸之后尼尔想趁机逃跑 没想到还是被三个标形大汉掳走 他被关进了黑暗的房间里 他们是雷登公司派来的杀手 绑架尼尔的目的也十分明确 就是想问出母细胞的下谋 母细胞是特别小组拯救人类的希望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局人员 深知酷刑对他起不到半点作用 所以杀手们选择曲线救国 他们派人找到了尼尔最在意的妹妹 即便是妹妹受尽折磨 心如刀绞的他依然守口如瓶 好在尼尔的坚持等来了援阻 维恩闯进来干掉了这里的所有守卫 同一时间也救下了尼尔的妹妹 原来维恩是全球安全的总负责人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维登公司 只是为了深入内部打探情报 尼尔最终将小组的行动全盘拖出 另一边的乔治危在旦夕 他又能否顺利渡过此次的难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